我要先尊重一切生命 然后要吃菜不要吃了 马来西亚假动辞机带幼儿园的孩子 在班导师带领下 到禁思书轩宣导书时 心情冠状病毒 小娃儿带着自制绘本 将老师教的病毒知识跟民众分享 要早睡走起 要戴口罩 要全体走 要吃饭了一锅 小朋友他们也是想到 只是保护自己的话是不够的 那要怎样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自己画出来 然后再把他们听到的这些讯息 把这些内容就放进书本里面 不要保护动物 不要杀动物 如果我们杀动物 然后动物不可爱 这个是给你们试书的 你要不要 如果不要也不要解 没有关系 孩子发送摘戒如素卡虽然被拒绝 但没有打击他们的信心 还是继续劝诉 发挥蚂蚁熊兵的力量 小玩儿走入人群 为防疫尽一分力 戴新闻刘婉俊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